接著也想講講其他的功能 例如,EditMesh 而講的點 選擇點 選擇點,其實剛才也講過點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給它一個Soft Selection 那些 拉出來,拉多一點,拉出來 這樣而已 這樣呢? 另外,也可以這樣 也可以呢 我們不玩Soft Selection 了 就這樣玩點 就這樣玩點 例如,我隨便選擇點 看看Edit Geometry 裡面有什麼玩 開了之後,你會看到 其實也是那類東西 有一個叫做 Create, Delete, Detect, Attach Attach, Black 那些東西 我看看 Tranfer Tranfer 就是這個 它就會將點子一開四 再做四開 四開 四開不知多少 看到嗎? 即它可以幫我們去 去 create 到一個這樣的 形態 出來 甚至乎 這個中間變得好像很圓 看到嗎? Ctrl、Z、Undo Ctrl、Z、Undo 可以嗎? 例如,選擇兩點 也可以這樣 即它把點子 其實就是不斷細分 直到變成圓 為止 可以 可以嗎? 當然是有用的 有時候 你要做些 某些 形態的時候 可以用到這個 Tranfer 來幫你 至於 也可以透過 加點 或者減點 來做到某些 效果 例如,這裡 我把這裡 有些點不要 按 Ctrl 可以把這些點 去選擇 選擇 選擇 我們可以按一按 Delete 按Delete 你會發現什麼? 不見了 其實整個表面不見了 有些表面更多 是嗎? Delete 其實就比較破壞性 我按一按 Ctrl 你可以按 其餘一些 De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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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Detect 好 那 變成一個element 或者 不要 Ctrl 按 OK 它就會 應該按 Ctrl 各位同學 按 Ctrl 按 OK 然後 Ctrl 你試試移走 上面 上面 會有一些線 被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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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會看到 選擇點 有一些點 會被複製 你 選擇點 按 Detect 不要做element 按 Ctrl 被複製 他會看到 另外 另一邊 你看看 這裡好像 扯一股皮 你看看 這裡其實就會 對吧 它裡面是什麼的? 裡面這裡是未能打開的 因為它的面是複製 剛才說的位置 也是一樣 你一拿開它 便會看到什麼事 可以嗎? 另外有一個叫做 Black 按一按 Black 按 Black 好了 你再拿走一些面 好像這些 它那個就會 將點就會分開 分開 如果點是黏著四個面 它就會分開到四個面 將這些可以這樣擦 擦散它 看到嗎? 擦散它 擦散它 看到嗎? 其實這裡是 你可以做一些爆開的效果 是不是? 點就大致上這麼多 點不多事情搞的 都是不外乎這幾樣東西 最常用就是Soft Action 去做 某一些 V-Form 順便說一下 線 線都是差不多的 不是太多的 選一條線 好 接著呢 例如按 Delete 沒有了 按 Delete 通了洞 行不行 例如我們可以按一按 試一下按 這個 Extrude 整條線 就 Extrude 出來的 薄到什麼 是不是? 沒有厚度 行不行 或者Transfer 1分2 1分2 跟點不同 點就會1分4 因為它是 剛才那裡的四條線 散開出來的 是不是? 這樣就是1分2 看看你可以怎麼用 行不行 好 老實說 比較少用 對 Face 也是比較少用 因為很少會選擇三個人的一個面 通常一選擇就選擇Polygon 常用的Polygon 行不行 好 這裡 Edit Mesh 先說到這裡 另外 稍後會再講Edit Poly Edit Poly Edit Poly 會多些不同的功能 古營精怪的功能 好嗎? Edit Mesh 先說到這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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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